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过去讲到了操作股票的概念 我们讲过了那种 秋收冬残股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是 雪中红 越冷越开花 之前讲过EG那种抗冻的 有没有 今天这么冷的天气 他一定非常旺 等一下要讨论 后来发现 这种报价题材可热闹了 其实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帮大家整理一下 你刚刚讲的这个EG 这是抗冻季原料的 你看他最近其实涨势不错 加上冬季一般来讲 就是他的一个旺季价格 所以今天盘面当中的相关题材 其实就是有一种防守的功能 另外包含了像是家公司 这我们可以连接到纺织族群来做留意 因为冬天我们简单想 衣服的布料一定穿得比较厚 对 所以一般来讲也是纺织股的旺季 今天又成为大盘有手的一块 另外两个则是我们拉大陆的相关期货 来看一下冬季的效应 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 罗文钢的一个部分 因为现在大陆已经进入到了供暖季了 所以包含了很多的一个钢厂 他们在进行现产 在要抗埋的一个动作 所以现在很多的一些钢架 开始出现非常强势的一个攻击 现在已经进逼5000的大关 创下了4年来的一个新高 另外一个最近大陆 讨论热度非常高的则是在天然气 因为他们现在大陆政策要推的是煤改气 也就是用天然气替代煤 来进行一个这个烧煤的部分 所以需求快速的出现膨胀 远远的大过了供应 所以现在出现了这种天然气荒 你可以看到这种什么荒一出现 哇 报价先涨再说 所以陈诚哥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跟冬季有关联性的 不管是报价涨也好 需求大也好 我们会来看台场 谁在高唱冬季练歌呢 好的 在这个部分我们来看 从加工师 从一期 这个大概是每年这个时候 冬天都一定会涨了 大概从第三季就开始涨了 它不是从第四季才开始涨 一般都从第三季就开始涨了 包括这个中国这罗文钢炒得很厉害 炒幻天每一个人把他当作 已经不是当他就是罗文钢了 把他当一个产品在那边炒来炒去 他们很厉害连蒜头都可以炒了 对不对 是 所以基本上来讲是这样的状况 我们跟台股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哪一些是在这个时候 12月我们还可以注意的 我记得在上一次来 我就请大家说减一点舱 对不对 那时候讲讲一讲舱 我说会被人家骂死 结果这个时候下来的时候 你可能开心一点 为什么你手上有现金的时候 像这些股票如果在动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去尝试 而且都好便宜 便宜到爆 而且有的时候没有套牢筹码 这才最重要 我们看家公司的部分 刚刚永年兄已经讲到了利率 你看利率今天还是涨的 大盘跌它也是涨的 然后你看一基的部分 像东联中仙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我刚刚有讲 它从第三季就开始涨 不是现在涨 最近今天有点获利回徒 有的时候是涨起来以后 今天本土直接会怕 每一个人就卖一点 然后钢铁股的部分你看 它涨来也涨很便宜 超便宜的 你看超便宜的这个中红 然后天然气的部分倒是 他们涨的就是没办法运过去 连接性是比较少的 再来是子类股 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一点 子类股的一个部分 讲一下一个一基 讲一下子类股的部分 像正隆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这里刚好两档股票 跟苹果有关系 这个是跟拿了红帕有关系 这个是它的纸盒有关系 不是一一过了以后 而且正隆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蔡总好厉害 讲了凯美对不对 上去 你就什么都不用买 买凯美就好了 今年这个月你就买凯美 就过年的红包已经一个人 本来要花一万块了 现在已经可以花十万了 对不对 蔡总 对 本来要花一万了 就被花十万了 对不对 开玩笑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来一些股票的一个走势 我们先从一起看看 你可不可以看 来 有没有 他是不是在这次之后就先涨 每一次都是这样 每一次有没有要先涨了 这个蔡总也有讲 就是说股涨起来 你看 是不是都是这样 他都之前先涨 到这个地方会震荡 修正还会不会再说 修正就要看外资 因为这里看 这谁买的 这谁买的 都是外资买的 对不对 外资其实反应有点迟钝 为什么 你看反应 他在这里买 这里已经不是很好玩 你看 人家 他余生已经吃了 他就吃余尾巴了 你看到没有 但是还是有点利润 最起码没有套牢 对 所以来到这里就 这一类的股票会不会再涨 很关键 因为他股价像这个都第一净子 对 那这一些来讲 你就看外资的买超的力道 而且你在买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里有爆大量的 对不对 爆大量这个时候有震荡 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爆大量支撑的力道 你看这个是大大量 这个是冬年 你看他是不是刚好回到这里 回到这里 就是守株待兔 今年也很重要的 今天对未来的盘有点改变 我顺便把那个操作的策略 稍微讲一下 我们等一下看1904的阵容的图 我们从本业讲起 本业还不错 净值是16点 17.69 今天好像16块半 有点可怜 而且他是苹果供应链 这是名牌的 在他200供应商里面有 就是那个 苹果盒子是他做的 那再来 这有什么利多 他的上海厂要停炉了 那停炉那个厂放在那里干嘛 不过最近指的报价 波动比较剧烈一点点 他指的报价 其实最近没有在大涨 在大涨的时候是什么 111的时候那时候涨 涨完现在休息了 但是所以他休息了就下来 你看股票就是反映在之前 111之前他的建高点就下来 那下来现在要反映的是什么 反映他的本业 上海厂12月31号停炉 停炉完了以后 大概一年多就处理完了 你知道现在凯美是怎么卖的 把公司 不是把地卖的 不是整理完地 把那家公司直接卖给你 是 为什么把这家公司 直接过户给你 那个地就是你的 我要这边搬什么变更 都不用变更 就把公司整个都给你了 是不是这样 他的上海厂 可不可以整个通通给你了 上海厂多大 好大 比凯美大多了 22.2公顷 只有一个上海厂 他中国有15个厂 过大吧 很多 他投了很多 而且他未来会成为 越南就是东协最大的职场 那基本面不错吧 静值又17.69 然后前三季 我应该没有记错 是0.91 是赚钱的公司 股价16块半 那个厂如果卖了 会不会复制那个凯美帮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凯美如果他没跟到的话 凯美帝也卖了 是啦 那这次你跟正隆 还来得及 可是你看这个 可可买呢 那不多少 这不少 你记不记得我上次还讲过一个 IQE跟IET的事情 那时候我记得IQE 那时候大卖超 那时候他78块 今天96块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要卖在 你就是有人卖才会便宜 所以这个好便宜 好便宜 如果他那个厂卖掉 赚20块怎么办 他是在浦东跟迪士尼的中间 那一块地 22.2公顷 好大的地 22 一整块地 在浦东这么大的地 已经找不到了 所以现在东京 会很明显 有点烦 就说吧 beide 没了 第一 所以 是 一 都没有 是 第一 不 没了 但是